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项目负责人以及基金委的重大仪器研究计划负责人 也作为我们中共物理学会磁学分委会的主任 现在已经在国际的SAI上发表了论文大概逾百篇 也在很多重大的国际会上做过邀请报告百余次 也参加组织过国际会议三十余次 2011年的时候也当选为美国物理学会的Fellow 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沈坚教授和我们一起分享他的工作 好 那谢谢主持人 也谢谢林美和郑华给我这次机会 请我参加这个思路维先生这个系列讲座 因为我也本身也是这个定文物理的这个编委 所以当然一不容辞 有这个机会分享一下我们的这些方面的研究成果 尤其是今天这个报告的这个研究成果 是我们研究组吧 十几年一直坚持的方向 所以从题目上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是研究的复杂氧化物的这种持绸结构 它的物理起因以及它们的这个器件的这个应用 为什么要讲这个呢 等会我展开的时候就可以看到 它的复杂氧化物的持绸结构 和我们普通的这种 磁性材料的持绸结构是非常不一样的 那我们看一下究竟是怎么不一样的 我们都知道 持绸对于一个持绸材料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磁绸的这个本身的特性就决定了这个磁性材料 它的所有的磁性表现 但是如果从根本的物理角度上讲呢 磁绸结构到目前为止并不难理解 实际上我这里画出来 你只要把朗道Lifties自由能的每一项给写出来 通过所有的计算 就很容易得到这个真实的磁绸结构 这个我们叫做micromagnetic modeling 就是微磁模拟 其实现在微磁模拟给出的磁绸结构 和我们真实体系中观察到的磁绸结构 是几乎非常相近甚至一致的 这就说明我们其实对于目前 磁绸结构的理解是非常清晰的 不管是这样子 比如像我这个左边的这个 我们叫stripe domain 右边的这种barboard domain 是可以非常好理解的 但是就是说这种磁绸结构 不管它多么千变万化 多么pattern是多么的复杂 实际上它有一个共同特点 就是它的磁性态是一模一样的 看到的这个颜色的花花绿绿 比如说是这个黑的和亮的颜色 无非就是这个磁化的方向 指向不同的方向而已 但是它们都处于同一种磁性态 对吧 比如说是这个是铁磁的 那大家都是铁磁态 只不过就是磁化方向不同而已 那磁绸结构实际上 不仅直接govern 控制了整个材料体系 磁性材料体系的磁性表现 而且也实际上可以用来作为 这个现在很多器件的这个设计 比如说这个右边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 所谓叫做magnetic race track 这个是由这个现在在德国麻布所的所长 Stuart Parkin 他当时在Stanford的时候提出来的 在IBM Stanford的时候提出来的 就是说我们可以用电流 驱动这些磁绸的domain war 然后wink 然后在一个立体型的这个race track 就可以用来存储很多的magnetic bit 从而达到这个高密度的存储 以及计算 所以这是这个磁绸结构 在这个现在的未来信息技术中 也被谈到了很多广泛的应用 所以这个是我们普通的磁性材料的磁绸结构 只要研究磁绸的人都非常熟悉磁绸结构 因为它就是对于基本上就是garvin整个磁性的everything 就是说是只有理解磁绸才能理解磁性 所以说呢对于任何study磁性的人来说 磁绸就是everything 但是呢我们其实刚才讲到的是这种非常经典的磁性材料 比如说我们的这种金属啊磁性半导体等等的 但是还有一类这个磁性材料也是在磁性材料中很大的加固 叫做复杂氧化物的那个磁性 这一类磁性材料实际上它和我们这个金属和半导体啊 有很大很大的不同 它的磁性 为什么不同呢 因为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左边我列的这几条啊 首先我们知道就是如果学过量子学同学都知道 对吧 你的这个铁磁性反铁磁性的根本来源是什么 但实际上是因为nearest neighbor的exchange couple 就是说是它的这个最近零的这个交换作用 要么使它成为铁磁或者反铁磁的这个排列 是energetically最favorable的 但是在我们氧化物中啊 它除了刚才讲到的这个direct exchange couple以外 实际上还有多种interaction可以相互compete 比如说我们讲的这个超交换 比如说我们讲的这个双交换 比如说我们讲的这个DM interaction等等 其实这种不同的这种多种磁性的相互作用啊 它的能量scale在复杂氧化物中啊 都是非常接近的 但是它们其实每一个interaction都是经常会prefer不同的持续 就有的可能希望是反铁磁 有的是铁磁 甚至有的是可能更复杂的这种 这种磁性的这种排列 那这样子的话就造成了在这个复杂氧化物中 天蓝的就会有一种 有谁在讲话吗 好像 我听到这个很多杂音 你没啊 那个你能把那个 我把它关掉了 把这个关掉了 然后这种多种这种相互作用 又自己又prefer不同的持续 这就造成在复杂氧化物中有多种持续相互竞争 对吧 这就会造成这个复杂氧化物中的磁的结构 本身就已经很复杂 其次呢 在复杂氧化物中啊 它的这个自旋或者这个持续啊 常常和其他的自由度是紧密关联的 比如说我们讲一个电子的轨道 以及电荷 序 以及这个金格 都是有强关联作用的 这种紧密的关联啊 本身也就是说你任何其他的这种小的这种parameter的change 也会造成持续的重大的变化 非常非线性的响应 所以这又造成了复杂氧化物中持续 又增加了一个复杂度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复杂度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复杂氧化物材料啊 往往它的母体都是绝缘体 那绝缘体大家知道在这个应用中啊 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大家往往都需要它具有某种可调控的导电性能 那就要有可调控的导电性能呢 就往往你就要给这个养化物中啊 introduce一些这种charge carrier 对吧 就是说是这种带电那个粒子 这样的话它就可以有一定的导电性 可以调控 那这种通常的做法是什么呢 就是给这个养化物中做一些掺杂 不同价位元素的这个化学价位的这个掺杂 这样子的话呢 就可以提供一些extra的free charge进去 那这一种掺杂大家知道 我一旦掺杂化学元素进去 这个掺杂元素本身就在空间是无序排列 或者叫随机排列的 这就给体系introduce一种复杂的程度 其实这个复杂程度 今天随后你们会看到 对复杂氧化物的磁性是有重要的影响的 正因为这样 那因为这个氧化物的这个磁性本身 和我们经典的磁性有很大的不同 所以它的磁绸结构和磁绸本身的性质 也fundamentally跟我们刚才讲到的磁绸是不一样的 我们右边这个图画出来的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 复杂氧化物的磁绸结构 这是一种什么磁绸结构呢 大家可以看到 刚才我强调了 在我们经典的磁性中 不管你的磁绸 pattern是什么样子的 但是每一个绸啊 它的这个本身处于的基态是一样的 都是某一种磁性态 要么铁磁要么反铁磁对吧 但是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复杂氧化物的这个绸结构是什么样子的 这里这个是一个非常经典的这个复杂氧化物的磁绸结构 这个红色的区域呢是铁磁碳 而这个蓝色的这个区域啊是反铁磁碳 那中间还有一些什么 你可以看到这个intermediate的颜色 是可能是别的磁续 可能我们叫spin glass啊 或者是其他的磁续碳 所以这就是说我们 而这个体系这是体系的基态 所以这个就非常奇怪了 对吧 如果任何一个做 这个比如说是first principle calculation啊 或者是这个这个这个total energy计算的人 他就会觉得这不可思议对吧 我给你一个单体系 那么我的体系的最低能量态 应该就是唯一的对吧 他要么处于铁磁碳 要么处于反铁磁碳 要么是spin glass 不可能应该是这种多态共存的一种态 是作为他的基态 这个就很难理解对吧 这个从基本的这个 这个energy的这个balance角度上讲 就很难理解 那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所以这就是我们讲到的 在复杂氧化物中 刚才一讲 它这个它这个持续啊 实际上是跟我们普通的经典的那个 这个持性是一听就知道很不一样 那造成的这种很重要的这个持绸结构 实际上也是非常的不一样的 实际上是fundimentally 跟这个我们普通知道的持绸结构 是不一样的 他们在这个物性中的表现实际上很不同 我就讲一个例子 就是大家点着磁性的持绸结构 比如说随着样品尺寸的减小 对吧 我们就叫special confinement 把样品尺寸减小以后 磁的这个磁态是怎么变化的 这是一个cobalt cobalt当然是一个非常经典的金属磁性 对吧 铁骨镍三个钟的一种 是最经典的一个磁性材料 那我们把一个disk 把这个disk指示越做越小 对吧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尺寸越来越小 那它就从一个我们普通经典的这种持绸的结构 刚才讲到持绸结构 然后这个 等到这个disk越来越小 等到它的这个直径小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它的这个持续突然变掉了 它变成了一个本来是平行排列的铁磁态 现在变成了一个vortex structure 对吧 我们叫涡旋态 只是它好像是一个闹着这个盘 转动这种持绸排列的话 如果你继续的一直减小 减到非常小的时候 这里没画出来 比如说是几十纳米的时候 它就变成了一个单纯的一个持绸 就是说是只有一个single domain 没有持绸了 这个就是我们 那小到什么程度呢 这个小就是小到 跟这个持绸的这个币啊 筹币的大小差不多的时候 它就成了一个单筹的结构 因为这个时候筹币已经不可能 energetically favorable了 所以就变成了一个单筹结构 这个就是我们经典的 这个磁性材料的持绸 随着这个空间尺寸的减小 是这样变化的 那我们刚才讲到 这个复杂氧化物的持绸 它随着空间尺寸变化 怎么变化呢 这是我们的一个实验结果 这个我看到的就是 刚才讲到的 我们红色的是铁磁钛 这个绿色的是反磁钛 对吧 这两个钛共存 那现在我们就是只是 同样也是disk 我们把这个disk越做越小 对吧 做成这个小的盘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持绸结构吧 它几乎完全不受 你这个空间尺寸的影响 你变它不变 对吧 那最后变成什么样子呢 当你的这个盘子 已经小到 跟这个铁磁绸的结构 大小差不多的时候 那这个体系 就完全处于一个铁磁绸 也就不再有这种 刚才的铁磁和反铁磁 两种筹结 共存的这种态 所以它的这个表现 和我们刚才讲到的 这个经典磁性的 这个磁绸结构 随着空间尺寸的confine 是完全不一样的 当然因为磁绸结构的 这个对空间尺寸的表现 不一样 影响不一样 那么他们当然对磁性的表现 也就是非常不同的 那这里我就不展开讲 他们因此怎么会造成 磁性的不同 但这个就是 主要就是想说明的是 其实这两种不同材料 经典的磁性材料 和我们复杂养化物 磁性材料中的绸结构 是从物理本征角度上讲 是fundamentally不同的 因此他们对磁性的影响 也是fundamentally不同的 好那我们现在就来回到 这个重要的一个 做物理人都想感兴趣的事情 为什么会这样 对吧 为什么我们复杂养化物中 会有这样子 奇怪的绸结构呢 因为我前面讲的 这个从基本物理角度上讲 是挺难理解的 因为你给有一个单精体系 它要么就是喜欢铁磁 要么就喜欢反铁磁 为什么会喜欢多种 磁态共存呢 就是铁磁 反铁磁 到底哪个能量低嘛 为什么会要喜欢共存呢 所以这是一个 这个非常奇怪的因素 这个因素实际上 发了整个凝聚态物理界 很长的时间 因为这个 在很多的复杂养化物体系中 都能观察到这样的现象 但是呢 其物理根源 确实是并不是很容易理解的 我这里就是列举了三个 比较著名的 在凝聚态理论界 还是很有名的这个大家 从理论上 他们给出的一些 这个typical的解释 当然这样子的解释工作文章 特别特别多 你如果去搜以前的话 可以查出很多很多 很高的这种文章的这个数量来 但是我这只是总结三个 比较经典的这种解释 那这是纯理论的工作 大家看到也都发在 nature science上就说明 其实确实是这是一个 比较 difficult topic 大家感觉到还是非常 challenging的 那这三个主要的是什么呢 一个是我过去在美国的同事 LBO D'Agoto 他在提出的 就是说是在99年 这个写的篇文章 就是叫做 Crunch Disorder 原则上呢 就说是 他讲我们实验体系中 不是perfect的 就说是总是有某种disordering 这种disordering可以来自 比如说是因为掺杂造成的 化学元素排列的无序性 或者是一些 defect造成的无序性 这种disordering 它在这个降温的过程中 可以有一种 correlation effect 然后呢形成一个 比这个disordering本身 能scale要大很多的 这个新的机态不同 不同的机态在空间中共存 所以这个是它的 Crunch Disorder的这个原因 那第二种呢 是叫做 这个阿兰·比销 提出的power run 和elastic stream 从某种意义上角度讲的 它就是说 我们这个体系中啊 实际上这个elastic stream啊 实际上并不完全均匀的 也是因为这一类的 某种因素在体系中 比如说我们化学元素的分布 有一点点小的不同啊等等 但是因为这个弹性的 这个strain energy啊 它实际上是一个 长层作用 所以呢 虽然我们可能只是 很local的 很局域的地方 有一些小的不均匀性 但是我们可以造成 体系很大尺度上的 物态的这个不同 分布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 这种体质 他们的这个仇啊 远大于这个本身的 这个体系中 很些微的一些 小小的不均匀性造成的 那最后这个列举的是 Peter Littlewood Peter呢 是说 那实际上我们根本就不需要 这种体系本身存在着 就实验体系中某种不均匀性 实际上你就是 go to这个 Ginsberg-Londell theory 然后你在像头中计算 你就会发觉 一些像特殊的像边界上 这个ground state 即便是perfect crystal 它的ground state 也是多态共存的 多磁态共存的 所以这是 这个几种主要的理论 很有意思的是呢 这三个大家吧 都用了同一个体系 拿来作为他们的例子 这个体系呢 就是一个magnanize 这个列迹在这 这是一个五元的magnanize 的萌氧化物体系 它本身很有名 是因为这个体系是 几乎我们在 萌氧化物体系中 可以发现 最大的 庞磁组的这个体系 就它磁组 改变特别的大 所以这个是一个 当时的大家感兴趣的 最初的起因 但是后来 大家为什么感兴趣 尤其是这三个 理论学者 为什么都要用这个体系 作为他们这个研究 这个复杂 氧化物磁绸结构的 这个一个例子呢 这是 这个原因是因为 在实验上 也就是说 这个早在99年的时候 这个罗格斯的大学 美国罗格斯大学的 这个group最先报道了 在这个单精体系中 这个南普盖模样 这个单精体系 单精快体中 实际上你可以看到 非常大尺度的两种磁态的共存 就是铁磁态和反铁磁态 在一个单精体系中共存 这个实际上当时 而且呢 因为在这个 这个旁磁组氧化物中 它有一个特性 就是它这个铁磁态啊 它是金属性的 反铁磁态 它是绝缘性的 所以这个体系就变得很有意思 它就是说是一个铁磁金属 和反铁磁绝缘态 共存的一个态 而且它这个磁绸的结构啊 这个大小非常的大 大概大到了1000纳米 就是微米尺度的量级 所以这个是当时引起轰动 因为觉得非常难以理解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这几个理论学家 特别想解释这个现象 因为觉得这个现象 是一个最capical 最classical的这种 多磁态共存的这种 在养活物中共存的一个现象 那还有一个事情呢 我们后来在根据后来的报道 发觉了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也就是说如果你把这个 刚才我们讲的 这是蓝普钙蒙氧 对吧 这是个五蓝的元素 它的实际上的这个母体是什么呢 是一个profsky 钙胎矿的结构 蓝蒙氧 对吧 这是它的母体 113蓝蒙氧 蓝1蒙1氧3的 这样子的一个母体 那它实际上是用钙 三分之八代替这个蓝 这个蓝的三分之八 然后成了一个蓝五分之八 钙三分之八蒙氧3的这个结构 然后它继续用一部分的谱 来掺杂这个 这个代替这个部分的这个蓝 所以这是构成这个蓝普钙蒙氧 这个元素 所以这个蓝普钙三个元素 都是在这个profsky ABO3的这个A位的 这个都占据这个A位 所以这是蓝普钙蒙氧 那我们会发觉啊 就是说如果没有这个普参杂 就是我们蓝盖蒙氧的话呢 它的这个磁绸结构是什么样呢 也是这个铁磁和反铁磁共存的 但是它的这个磁绸的这个大小啊 是远小于参了普的这个蓝普钙蒙氧的 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一个 这个这是一个 这个Lawrence Microscope 做的一个结果 然后他们会发觉这个磁绸结构大小 贴配过来是在十个纳米左右 那这个就和我们刚才讲的 这个蓝普钙蒙氧 差了一百倍这个磁绸的大小 而这两个之间有什么区别呢 其实仅仅的区别就是 把这个普离子去掉 一个是掺杂了普 一个是不掺杂了普 那普有什么作用呢 普其实它的价位啊 和蓝是一样的 它都是正三价的 所以它实际上并没有 introduce extra的charge 额外的电荷进去 它唯一的不同跟蓝 就是说它的离子半径 略小于蓝 所以说它可以 比如说你有一个谱 把一个蓝去带替代了 那肯定因为周围 还是大一点离子的蓝 那么肯定可以 local呢会造成一点点 小小的distortion 对吧 然后把这一个 这个A位的这个平均的 这个离子半径呢 减小了一点点 在这个local这个位置 对吧 所以这就是唯一的不同 这么一点小小的不同 何至于能够让这个整个这个磁绸结构 这个插足尺之大 就是这个size这个大小啊 变成了有一百倍之多呢 所以这个是我们觉得当时研究这个 从实验上研究它的这个物理起因的这个入手点 那我们就说是那这个普离子的这个掺杂看来是对这个可能有很大的影响的对这个这个持绸的这个起因啊 既然它可以有这么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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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谱和没谱 那我们就考虑到在有谱和没谱有巨大的区别 那如果我们都保持有谱的情况 谱参照的情况 只是把这个谱离子的这个空间排队顺序做一些调整会怎么样 那这个怎么做呢 实际上就是我们知道普通的这个蓝谱蒙氧 这样一个五元的蒙氧化物 它这个谱离子刚才讲到了 就是像我们这个卡通里面或者我们这个schematic里面写的 这个orange ball这个橘黄色这个小球是谱或者钙对吧 它们是因为掺杂替代了这个蓝这个A位的 那当然因为这个掺杂是无序的 因为你它是随机排列 虽然都在A位 但是它在空间的排列是随机分布的 这个你是没办法改变的 但是呢我们实际上是有办法让这个谱离子在空间是有序排列的 不让它随意的这个在A位占据 而是在特定的A位占据 这个办法是什么呢 我们实际上就是可以通过人工的超金格的生长的办法 什么叫做人工超金格生长办法呢 就是说我们可以长一个单层的普钙萌氧 两个原子单层的蓝钙萌氧 这样子的堆上去的一个超金格 这是一个蓝普钙萌氧体系对吧 一个单金的体系 但是这个时候你可以看 因为这是普钙萌氧一个单层 然后两层的蓝钙萌氧 那这个普离子呢 它就不像刚才这样子 我们普通的一个蓝普钙萌氧体系 普离子的空间是随机分布的 这个时候的普离子 大家可以看到 它显然是在空间有序排列的 对吧 这是虽然这两个材料 它们的其他的所有都是一样的 我们都把它自备成薄膜 比如说我们这里就是说 我们用这个我们的氧化物分子树外延 或者是这个激光分子树外延的办法 我们都可以把它制成这个非常好的层层生长的这个薄膜 这个是这个我们所谓的这个高能电子颜色的这个 这个强度的这个分布 大家可以看到每完成一个原子单层 它都有一个这个强度的这个Oscillation 这是非常漂亮的这种一层一层的原子层 高质量的这个生长 那我们把它的薄膜 两个薄膜厚度长得是一模一样 然后它们的实际的nominal doping concentric性也是一样的 就是说它们有效的这个掺杂比例 都是一模一样的 然普钙在它们的这个有效的化学 这个平均的这个比例是一模一样的 唯一唯一的不同是什么 就是这个普离子 一个是在空间是在A位随机分布的 另外一个是它特定的A位 也是空间有序排列的 就如我们这个右边这个卡通图所示 对吧 那这样的话我们比较一下 它们的磁绸结构会是什么样子 有什么不同 这个时候我们都有普离子 对吧 仅仅是排列不同而已 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右边 就是这个我们的这个磁力显微镜 得到的这个结果 这个左边这个图 这个我这个这个鼠标画的 这个左边这个图是什么呢 这就是我们普通的这个南普钙模样体系 我们承运性的南普钙模样体系 它的这个磁绸结构 那就是这个铁磁和反铁磁共存 而且绸的大小就是我们讲的 将近是微米量级 也就是1000纳米左右的这个尺度 而到了这个我们这个把普离子 在空间有序排列以后 它这个磁绸结构怎么样 immediate 它的磁绸的尺寸 一下子就小了十倍 变成了百纳米左右的这个尺度了 所以这个是同样的南普钙模样体系 掺杂的浓度也是一模一样的 仅仅是把普离子在空间 一个是无序排列 一个是有序排列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已经是可以让这个尺度 对这个磁绸的尺度 可以有重要的调控了 那这样子的话 就引起我们的一个想法 是不是就是我们前面 最早提到过的 这个Albio D'Agoto提过的一个事情 就是Quinted Disorder 对吧 就是说是这个空间的无序性 是可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road 那我们如果再回看这个体系 南普钙模样体系 刚才我们把这个普离子 变成了一个无序参杂 但是这个钙离子 这个钙离子还是在空间 无序分布的 对吧 还是在A位无序分布的 我们有没有办法 能让这个五元的体系 南普钙模样 成的南普钙三种元素 A位的三种元素 都是空间有序排列的 成为一个完全有序的合金体系 这个实际上也是有办法 同样用我们超金格生长的办法 就可以做到 我们怎么做呢 实际上我们就是做成 一层的一个原子单层的蓝萌养 一个原子单层的蓝萌养 一个原子单层的浦萌养 一个原子单层的钙萌养 这样的一个tricolor的这个 就是这个三元的这个超金格 把这个三元超金格 我们每一个原子单层完成以后 往上堆叠 对吧 就形成一个三元的超金格 那当然我们做的办法 也同样用我们的激光分子术外延 同样用我们的锐的这个强度 来这个monitor它的这个生长 对吧 大家看到这个一层蓝萌养 是这个红色的 然后一层这个浦萌养 是个绿色的 一层这个钙萌养 是这个蓝色的 这个intensity oscillation 那就可以实时的观测 我们每完成一个原子单层 我们就换一个把 对吧 然后长成另外一个原子单层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形成了一个 蓝普盖模样体系 但这个蓝普盖模样体系 它的这个所有的这个化学元素 都是空间有序排 大家可以从卡通图里面看出来 对吧 那当然我们的所有的TEM 这些各种研究 还有我们的XRD 等等这些这个结构的 这个研究都表明了 它的的确确是一个非常化学 有序的这个三元的超金格体系 也就是说我们有一个 蓝普盖模样体系 我们终于让它的所有化学元素 都是空间有序排列的 在这样的前提下 我们来研究它的持续结构 会什么样子 左边这个图就是我们看到的 我们普通的蓝普盖模样体系 跟我们刚才讲这个三元超金格的 这个所有化学配比 等等是一样的 但当然它的谱和钙是在空间随机分布的 这是我们前面讲到的任何一个普通的体系 都是这样 它的这个掺杂元素都是空间随机分布的 那我们看到的持续结构 也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铁磁 反铁磁态在空间共存 对吧 而且尺度就是微米量极的尺度 那到了右边是什么呢 右边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 我们把这个所有的掺杂化学元素 全部让它空间有序排列了 蓝普盖通过我们的三元超金格的生长 全部变成了有序排列了 这样一个有序的这个蓝普盖模样体系 也就是体系没有无虚度了 在这种情况下 它还有这种持续结构吗 我们这个一看就是完全没有了这个持续 刚才讲的复杂酬结构了 这个体系就成了一个完全的单酬结构了 你可以看到这个酬是这个反铁磁磁 整个体系处于一个反铁磁态 没有这种铁磁态的这个存在 所以也就是说 这个实验上就是一个非常直接的证明 一旦我把这种体系的这个无虚度去掉 没有这种参杂化学参杂元素造成的无虚度 原来我们凌鱼台物理界 八月恒体十年的这种一个这个问题 就说是这个复杂的持续结构 或者是这种多这个电子态 在空间共存的这个真正的起因是什么呢 这个就可以这个图 至少我们用这个最typical 最typical的一个体系 南普盖蒙雅 实验上直接秀给大家看 化学参杂造成的无虚度 是我们这个真正的这种复杂养化物 持续结构多持态 或者多电子态 空间共存的根本的起因 这就是这个我们的这个讲到的这个原因 那在确证一个实验 就是说我们刚才讲了我们这个三元超金格 就是刚才这个这个左边这个体系 对吧 它是完全 就是一个单仇态对吧 就是只有一种持绸的态 那这个时候呢 我把它稍微做一下子的个退火 那这个退火的作用是什么呢 因为它是一个原子单层的南蒙雅 一个原子单层钙蒙雅 一个原子单层蒙雅 三元超金格 你温度升高一些会什么 会发生什么事情 也就是有个界面的互扩散 对吧 这个蓝浦和钙就一定的界面互扩散 这一互扩散呢 当然就造成了无虚度 也就是说让体系迅速的回到了 普通的蓝浦钙蒙雅体系了 这样的一个退火 马上就可以看到 它的持绸结构变成什么样子 就跟我们右边这个 我们普通的蓝浦钙雅体系 持络构几乎一模一样 对吧 看着就是说 几乎你如果不细看 几乎都没什么区别 所以这就是这个体系 虽然已经成了一个 这个单筹结构了 但是只要你破坏 它的这个完全的有序 把无虚度introduce进去 立即这个体系的这种多筹态 多电子态的空间共存 或者多磁态的空间共存 马上就出现 对吧 所以这个是另外一个 additional 实验也证明了这一点 所以我们就是从实验上 直接证明了 至少至少 对于这个非常classical 和typical的这种 多磁态 或者是多电子态共存的 这种空间共存的 蓝浦钙雅氧体系 它的物理起因就是 化学掺杂造成的无虚度 那一旦你去到这个无虚度 体系只有一种单筹态 没有这种所谓的 多筹态的共存 它的英文terminology 大家可以经常听到的是 Electronic Face Separation 这是一个译题 所以这个是要特别提一下 就是我们这个 Electronic Face Separation 或者我们说这个多磁态 多电子态的空间共存 这个现象的物理起因 就是这么一回事 这是我们那个实验上 直接证明了 当然我们也在这一篇 这个刚刚发表的文章中 也和这个Albio一起 他当然特别高兴 就是说是也一起 把这个理论的部分 也完善了 然后Lipop发表了 好 这个是我们 对于它物理起因 那下面就是说是 这个有什么用啊 这个有没有什么用处呢 这个空间的都是的 还是说它就是 非常bad的事情 它不好 对吧 还是说它很有用 事实上啊 在这种复杂氧化物中 这种多电子态空间共存 或者多磁态的空间共存呢 是非常有用的 不仅是从经典的 它的物理性质的控制上有用 而且最后 大家可以看对器件 对未来的信息器件 也是非常有用的 我就这个先讲一下 这边左边这个图呢 就是我们讲的经典的 一个蒙氧化物体系 多磁态共存 对吧 这个反铁磁态 这个金黄色的是铁磁态 空间共存 当然就是我们讲的 普通它的共存态呀 它是非常随机的 你看大家 无论是空间的这个位置啊 还有这个大小啊 这个尺寸啊 形状都是很随机的 这个图不是我们自己做 这个图是这个我从那个 这个沈志勋 Stanford的沈志勋教授的一个 那个这个 借来的一个图 这个但这个是一个非常 typical 的一个图 我们也 刚才我秀给你们看了 我们看我们这些图也是一样 对吧 大家看到这些 形状大小的这个空间的排列 都是随机的 对吧 这个是完全随机的 但是现在 我们可以 要做到一个什么事情呢 就是我们可以 如果我们可以 把这些 在空间完全随机分布的 这些磁绸啊 能够让它有序的 无论是有序度到什么程度 就是让它的大小 每一个绸的大小 以及绸是怎么排列的 等等形状是什么样子 如果能够做到一个可调控 甚至完全可调控 就像我右边这个图一样啊 就完全可调控 那会怎么样子 那它实际上就会 我们对整个这个体系的 电输运性质 磁学性质 以及这个光响音性质 等等都会有完全的control 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 它调控这个来control 它的整个物性表现 就这个也是我们 Groove通过了 这个很多年的 这个系统性的努力 把它完成 完全做到了右边 这样子的一种情况 那当然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前面讲的 就是说我们不要是要把这个形状 密度啊 尺寸啊 空间排列啊 甚至它有还是没有 都要做到可控制 那用什么办法呢 我们当然就是要用外界的物理参数的改变 对吧 因为多场所要多少调控嘛 就是你要用外界的物理参数来改变 那这些参数往往是涉及到什么呢 比如说有温度啊 有这个压力啊 有给它的这种音变啊 有这个电流啊 电厂 厂包括电厂 或者是这种磁场啊 还有光啊等等的 其实这每一个都是一些工作 所以这个如果我们把这个我们 这些年发表的文章呢 会是一个很长很长的一个单子 对吧 今天这个也不可能有时间 给大家一一的介绍这些过程 所以呢 我就在比较简短的时间里 我就举两个例子 一个是我们怎么做到的 把它的这个空间的有序度 让这个丑本来是随机排列的 可以让它有序的排列 另外一个呢 就是我们讲一下 如何是用光来调控 用光来调控啊 这些啊 这个丑的这个改变啊 所以这是我举两个例子 其他的呢 如果各位有兴趣呢 当然可以直接啊 这个跟我联系 我们组有 我就像我说的 有很长一串的文章的发表 大家可以可以寄给大家 去这个看一看这个内容 那我就讲一下 我们怎么个让它 这个本来是无序排列的 这个持绸结构 变成有序的排列 那我们就是还是用 刚才的这个南普干模样体系 因为前面举了很多次例子了 他对它的持绸结构 我们也很熟悉了 对吧 我们还是用这个南普干模样体制 来举例 怎么让它这个里面的这个 铁持绸和反铁持绸 是成为空间有序的这种pattern 那要讲这个之前呢 先讲一个事情 这个事情就是说 对于这个南普干模样体系啊 我们因为本来是要做电输运性质 当我们做电输运性质呢 我们就会把它裁成 那个用微纳加工的办法 把它自备 把这个薄膜对吧 制成这种一个条状的这种样子 来做这个电输运的测量 当我们做成条状的时候啊 除了电输运 我们会有的时候会做它的这个持绸结构的分布 我们一做这个持绸结构 我们发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 就在这个条子啊 这个条带啊 这个南普干模样这个条带啊 它中间如果你把这个放大来换 你可以看到我们普通知道的 南普干模样的持绸结构 铁磁态 反铁磁态在空间共存 对吧 但是大家会注意到 在它的这个边缘啊 这个是蹭底的 对吧 这个是蹭底的 对吧 这个已经是蹭底了 这个蹭底的这个 也就是说这有个边缘 对吧 这个薄膜这个有个边缘 这个边缘上啊 它有一个非常pronounced 非常强烈的这个铁磁信号 就是红色代表铁磁信号 如果我做一个line profile 大家会发觉这个铁磁信号 很强烈 对吧 它比我们普通的这个磁性 铁磁信号强出十倍来 就像普通南普干模样的 这个铁磁 筹的这个磁性信号在这里 那它这个磁性信号在这里这么大 所以它有一个非常强烈的铁磁态 后来我们也验证了 它不仅是铁磁的 而且是金属 金属态 所以它是一个铁磁金属态 在边缘上这个存在的 那为什么有这个铁磁 这个金属态在边缘上存在呢 这个我们也给了一个 这个理论的这个model 这个理论model是什么呢 因为在这个南普干模样体系里面 它的这个反铁姿态 我们叫做是C-type的反铁姿态 C-type是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是 比如说这是这个100 然后这个是010这个方向 对吧 这是两个这个主轴的这个方向 那它的这个这个 它的这个spin 它这个自旋 是怎么排列 是沿着这个011这个方向 这个45度这个方向 形成一个所谓的zigzag的这个chain 这个zigzag的chain 每一个chain本身呢 你看大家看到spin是铁磁排列 都只要同一个方向 但是Nabeling的这个zigzag chain 它的这个spin的方向 大家看到量和暗的这个zigzag chain 它的这个spin的方向正好反着排列 对吧 所以这是一个反铁磁的结构 而且这种特殊的结构呢 叫做C-type的这个反铁磁结构 那这个C-type的反铁磁结构啊 如果说我在这个边缘给它砍一刀 在这里给它砍一刀 那么就是刚才形成我们的所谓这个边缘 对吧 我们体系中有一个边缘 大家会看到什么情况 会看到这个spin啊 是uncompensated的 对吧 它这个spin的数目都不对了 就是说是 比如这有多少个指向左边的 多少个指向右边的 是不compensate的 这就不构成了一个反铁磁状态 对吧 也就是这个体系 它在这样子 这个uncompensated spin状态的时候 它的能量啊 实际上是不稳定的 并不是最低能量态 那当然我们做计算 在特定的一些 这个体系的这个掺杂条件下 它就会prefer这种铁磁的这种排列 就是说像这样子一种排列 那一旦在这个边缘 它能量上喜欢铁磁的排列的话呢 那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加磁场 或者是变温度 或者变其他个场呢 它就会做一个seed 做一个种子 对吧 然后它就会 这个比如说你降温 或者是一家场 它就会做一个seed 然后这个继续的向那个里面扩展 形成一个我们实验上观察 也就是我这个左边这个图 看到的这个 所为的这个边缘态 对吧 叫做存在 因为我们看到这个边缘态 实际上是有一定宽度的 为什么有一定宽度呢 就是因为它作为一个边缘 最边缘这一个铁磁的排列 作为一个seed 可以让它形成一定宽度的 最后的铁磁边缘存在 所以这个是一个现象 我们观察到的 就是说在这个南普干梦 这个体系上 一旦它形成了一个边缘 这个体系形成了一个实际的边缘 它就有一个铁磁金属的边缘态存在 那一旦有了这个事实 我们在我们脑袋里存在的话 那我们就马上可以想要利用它 来让这个体系中的铁磁和反铁姿态 在空间有序的排列 怎么做呢 实际上就是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我们的一个南普干 模样的薄膜 对吧 但是我们在这个薄膜中 通过微纳加工的办法 我们可以当然自备成各种各样的pattern 这比如说我们做成了一些有序排列的洞 这些有序排列的洞 每一个洞当然都有一个自然的边缘 按照刚才我们的观察 就知道这一个边缘自然就会有一个铁磁金属的边缘态存在 那是什么样子呢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铁磁金属边缘态 这个体系本身如果处在反铁磁状态中的时候 它仍然在这个边缘会create一个铁磁金属的环 对吧 因为有这个边缘态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在微纳加工的时候是很容易控制我们的这种 每一个这个洞的这个形状 对吧 可以是这个方的 可以是这个椭圆的 或者是圆的 我们也可以控制它的密度 我们也可以控制它的之间间距等等 对吧 甚至它们怎么样子的一种空间的symmetry来排列的 这个微纳加工都是现在很容易做到的事情 那一旦做到这个 我们就等于是可以把这个铁磁边缘态 铁磁这个金属这个环呢 它的密度啊 形状啊 等等以及排列方式都可以做到控制 对吧 这个是当然是卡通 但是这个实际的观察呢 就是这个右边这个图 对吧 实际这个观察就说是 这是我们这个真实的这个反铁磁的这个南部干模样薄膜 然后中间的这个挖了个洞的话 它就有一个这个黑色就是这个铁磁金属的这个态 那这是四个洞 那这四个洞都有这个铁磁金属的这个环出现 对吧 也就是我们在这个反铁磁里面 可以有这个铁磁金属这个排列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这个所谓的这种 把这种这个这个我们的这个复杂的铁磁磁和反铁磁磁 让它空间有序排列的一种办法 这就是一旦我们做到这一点 我们就前面讲 我们可以对它悟性立即进行调控对吧 比如说是我们把它的密度可以改变 比如说我们把这个动物的密度大 这个就是说像这个所有这个里面 我们这个底下 随着我们把这个密度是越来越大的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它的 当然不奇怪 当然这个体系的铁磁金属的这个像的密度也越高 自然这个体系会变得更加的铁磁 更加的金属化 所以这就是我们可以通过这样子的调控来调控它的整个例子 其实我们还有其他的办法来做到这样子的完全有序的这个排列 这是关于它的这个排列方式的这个调控 现在我再讲一下是我们怎么用光来调控 因为对于我们这个普通的这些复杂养化物的体系 大家比较多的这个外场调控的用到的是什么呢 电厂磁场 电流 甚至是阴力场这些 这些或者是压力啊什么 这些是大家比较常用的办法来调控它的这个悟性 以及这种这个持续结构 我这里有讲一个比较新的这种方式 就是用光来调控 那这个还是用我们刚才的南普干萌亚 做例子 这个秀的这个是 这个刚才裁成的这个结构 这个黄色这个结构 就是我们的南普干萌亚的这个薄膜才成的这个特定的特定的结构 然后呢我们用一种脉冲的这个激光 这个脉冲激光是个绿色激光 大家看到532纳米的绿色激光 这个大概这个脉宽是在这个一点几个 1.3个纳秒左右的脉宽 然后呢我们在加这个绿色激光的时候呢 我们同时用这个我们的这个显微镜 对吧 这个磁力显微镜 MFM的扫描 或者这个磁搜 大家可以看到 从电阻力的光墙的大小不同 这点电阻力上升的这个 存储和逻辑运算是在不同区域进行的 数据的反复的这个调取啊 和这个交换 实际上既耗能又耗时 也耗everything对吧 所以这样子的这个所谓的 现在新的叫做非红东一脉架架构 也就是这个纯算一体的架构 一直是大家讨论的这个焦点 那我们现在就说在器件单元上 已经实现了这一点 那这样的一个器件单元 它的这个操作运算速度快不快呢 其实也是很快的 我们的这个可以看到 每一个这个器件单元的这个运算 这个操作速度 实际上是在八个纳秒左右 所以它也是完全够格了 就是说这个switching time 他们也是在这个足够的 快速的这个作为运算单元了 那现在我们跟这个其他的 这个类似的这种所谓的 纯算一体的器件单元比起来 我们这个器件的这个方式啊 利用这个蒙氧化物的这种 多电多磁态共存 这样的一个事实来做的 最大的好处是什么 我们不仅在这些所有的 这个逻辑运算啊 以及这个操作速度上 是这个以及多支存储 这个量上不输于他们 但是我们最大的好处是什么 因为我们这个电流密度特别的小 我们是纯电厂操纵的 所以我们的这个电流密度啊 基本上比他们小 三到四个数量级以上 比所有其他的器件单元 所以这样的话呢 这就造成了我们这个节能 这个方面是有很大的优势的 那目前呢 我们有了这个很完善的 器件单元以后呢 我们正在进行的这个实验 什么呢 我们正在把他们制备成 这种神经网络的阵列 对吧 把这个刚才讲到这个 每一个器件单元做成一个阵列 然后实行这个内神经网络 内脑这个运算 我们也可以把它做成 所谓的这个 介于经典这个运算 以及量子计算这个之间的 就是经典的这个 我们所谓的这个机器学习 和这个量子计算 量子计算之间的 所谓的这个概率计算 就是pibot probability bit的这个计算 这个细节我就不讲了 但是我们的这个 器件单元是完全可以用来做这个的 而且是一个很好的器件单元 用来做这个pibot的这个 或者p circuit的计算 这也是我们正在进行中的东西 好 这个时间也正好差不多一个小时 我计划也是讲一个小时 那我最后就总结一下子 我们的这个工作 就是说复杂氧化物体系中 这个所谓的多电子态 或者多磁态空间共存 这个现象是非常common的 很多各种氧化物都有 那我们通过蒙氧化物的这个实力呢 用实验直接证明了 所谓的这种多磁态的共存 或多电子态的空间共存 它的化学它的根源 物理根源是什么 是因为化学掺杂元素 造成空间无虚性 一旦这个体系变成了完全有序的了 这种多磁态就不再有空间的 这个共存的现象了 只有一种单态存在了 然后呢 我们也讲了 这种多磁态共存 它实际上是对物性的调控 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它还可以直接用来做 未来的信息技术 比如说我们刚才讲到的 在有机自旋法中 以及在这个纯算一体的这种 自旋电子学的这个芯片中 都有很好的应用 这个也是我们现在非常有这个前景 我们希望能够把它继续拓展到这样子的 未来信息技术中的一个 我们觉得非常promising的这种 这种这个应用技术 好 这个今天 我的本身的工作就讲到这里 我最后结束前要致谢一下 是我的这些合作者们 这些合作者当然包括了 我在复旦的这些所有这些学生们 有的已经毕业 有的还在 还在组里面 然后还有一些老师 这个 还有就是说我和这个 其他的单位 比如物理所的 陈刀华老师 还有就是说是这个 这个 Louis Senna State University Water Palmer这个教授 当然这个 这个是非常缺绝的 Water Palmer是一个我 一丝一有多年来合作的 一个很好的朋友 也是非常著名的这个学者 美国的科学院院士 但是今天早上 我非常这个 这个 这个苦恼的 听到了这个电话 说他在家中去世了 这个当然是我们整个学术界的 一个巨大的损失 因为Water不仅是一个 非常著名的学者 而且他一直是和中国 学者的合作 还有这个 促进中国学者的发展上 起了重要作用 他也是直接获得过 习近平主席 亲自颁发的国家主席 这个国际合作奖的 这个一位著名的 这个美国院士 但是非常遗憾 我们这个学术界 痛失一位巨匠 然后这个 那个理论上呢 我当然和这个 东南大学的董帅 还有就是说 这个 现在在田南西大学的 我的多年的好朋友 和这个紧密的合作者 Elbeo D'Agoto 有很多的这个互动和合作 然后我的今天的这个报告 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聆听 谢谢沈建老师的分享 沈建老师今天的报告 特别特别的全面 就是 不但给出了复杂养化物 多磁态的一种物理机理 以及调控技术 而且也展示了他在 就是纯组和计算方面的 广阔的应用前景 谢谢沈老师 再次谢谢沈老师 现在咱们看看 有没有现场提问的 首先咱们看看 咱们那个 作文会议室里面 有没有哪位听众要提问 如果您要提问的话 就自己把自己的精英给打开 然后不提问的 同志就暂时不要打开精英 然后这边 扣响这边也麻烦工作人员 看看扣响的直播间 有没有需要提问的人 沈老师 能不能分享一下 您跟沃德先生的 学术交流合作的故事 因为我们知道 现在大家也很关注 就是国际之间的 学术壁垒和学术交流 到底应该怎么权衡 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态度 对待这样的国际交流 对 就是我和沃德 当然是因为我在美国 自从我去像素领 我是大概98年从德国 去像素领国家实验室工作的 然后那个时候沃德就已经是 这个在像素领国家实验室工作 所以我去了以后 就是和这个沃德之间 这个有很多的这个互动 交流 还有甚至一些很多科学的合作 我计算一下我们两个合作发表的 这个PIL就有十几篇 所以也是这个非常多产了 我们的合作也非常的 这个有成效的 我们之间的合作 这个他一直是对中国的 这个年轻的这个学者 是非常的帮助和支持的 实际上就是说 我们那个时候在 可能有很多的同学 也都听说过的名字 就是说这个做中子眼色的 国际强关联系 一个很著名的教授 叫戴鹏成教授 当时也是在我同事 对吧 然后在你们中科大的 这个现在这个张振宇教授 那也都是我们同事在那里 包括我本人 我们这些人啊 就都是和这个沃德 有个受益很多的 包括我们现在这个物理所的 所长 新科的院士 方中教授等等 对吧 都是这个受益沃德 很多的这种合作 还有这个帮助的promotion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 他真的是一个 非常积极 这个致力于 这个和中美之间 这个学者的一个交流 这也是他为什么获得了 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个主席奖的原因 当然就是说 我也注意到 就你刚才这个问题 我也注意到一个事情 就是说 现在这个美国和中国之间 在这个一些这个 比较紧张的这个气氛吧 实际上造成了 学术界的这个合作 也成了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我就记得前面曾经 我们最近曾经有一个合作的文章 讨论的时候 正这个都文章都全部写好 大家觉得故事也挺好 他突然提出来 他说我注意到 这个文章上面有一个单位 是这个我们这个合肥的这个抢厂中心 他说这个合肥这个这个院吧 他不是在美国的这个商务部的 这个这个这个敏感名单上的吗 他说这个现在可能不能够在一起了 他说这样子合作的话 这个我要临trouble了 麻烦了 实际上我们就注意到了 像沃尔的过去是一个 完全不在乎这些这些事情的人 但是他现在也都有点这个这个就是谨慎了 我们也听说了哈佛大学的这个 Charles Lieber 当然这个是非常著名的大牌的教授 也曾经有这个trouble对吧 因为和中国学者的合作啊等等 所以这就是说明现在这样子的关系啊 它不仅是政治上经济上 这个军事上的一些问题 我们这个本身是号称无国界的这个学术界 甚至做基础科研的这种领域里 也产生了一些合作的障碍 这个对于今后这个科学的发展 是显然是极其不利的 我觉得中美两国的学者也都认识到这一点 这个希望吧 我们都是非常希望 这个最后的一块这个净土啊 这个自然科学不要受到这样子的影响 如果自然科学也不能这个合作 也会因为这些各种所谓的敏感因素 要人为的制造壁垒 那真是一个很大的灾难 嗯嗯 陈老师 对那陈老师 麻烦您就回答一个观众的问题 好 我看不见 帮我重复一下 我看不见 好我帮您重复一下 就是说这个 您刚才说的这个体系呢 就是蓝三振的离子外层电子 是亚层 然后普三振离子好像是有一个CF2 就是两个CF轨道 然后就请问一下这个普的CF电子 对整个体系的磁性有什么影响 因为它在内窍层 所以它实际上对这个磁性本身是 没有直接的这个 本身是应该没有直接的影响的 但是它其实是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但它这个造成影响的根源 不是源自于 不是源自于这个F这个 这个翘层电子的数目的问题 它的根本的影响的原因 是因为我前面讲到的这个离子半径的不同 因为这个离子半径的不同 它会造成这个蒙羊蒙 这个之间的这个剑角 参谱和参栏的位置 有一点点小小小的区别 这个小小的区别 直接对这个hopping 对这个电子的hopping 产生了fundamental的影响 所以谱参的越多 它的这个剑角的积变越大 体系会变得越来越更加的绝缘性 也就因此变得越来越不体不体质性 所以这是这个根本的这个影响作用 不知道是 不知道是有没有回答这位同学的问题 然后咱们直播间呢 直播间有没有 我知道今天直播那个会议室里面 有一些沈老师的学生 不知道沈老师学生 有没有什么在这里要公开问沈老师 好好好 他们可以回答 下面问我 然后那边直播间呢 那直播间扣响这边还有问题吗 如果扣响直播间的哪位听众 回头再想起来有任何问题 可以再在直播间留言 然后如果可以的话 我们也会帮您再去问沈老师 好的没问题的 好行 那今天谢谢沈老师 带来这么精彩的报告 好好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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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嗯